縣市合併後建設停滯不前 一直是西北地區民眾最深刻的痛 隨著即將來到的選舉日 記者深入原南縣取得在地民眾的民調樣本 意外的發現相較於市區 原縣區31個行政區反倒因為遭邊緣化的狀況 投票意識更是高漲 我們的理念就是一樣 然後他講說就是要幫忙把善化結合善化安定 因為那裡有南科啊 為什麼竹科可以這麼好 地價這麼值錢 那我們台南南科為什麼都停滯這樣子 我們沒有政治食材 我們沒有分黑白 也沒有分奶啦 錢啦 民眾對於政治話題迴避的狀況比市區好許多 這點同時也反映在數據上 大台南地區民眾投票意願有63%的水準 但相較於市區民眾投票率只有55%的狀況 原南縣民眾投票率高達7成7 居民們多半反映希望由這次選舉選出真正為名做事的人 我們這裡五千個議員 五千都不錯 所以也算不算 不算算要留了就是啊 對 剛才實際上都合一合一合 問題我是民眾 所以要看你這個人有的作業嗎 要看實際的貨物 可以貨物安 在我們為我們在地也做很多事啊 而且我們為很多一些設備啊 冷藏設備我們那個產銷班的 都是他替我們爭取補助款來設的啊 真的是都是全力支持他 是 我們就這麼說 我們安店區在地的也不能說 沒有一位市議員為我們爭取福利啊 所以我們真的要 就是真的要爭取 保留一位名額 替我們安店區來服務 民調顯示當地居民不僅投票率高 而且幾乎都有以鼠疫人選 其中不少當地議員 均有民眾誇讚其在地服務 反倒是平時形象包裝良好的 候選人較少人舉薦 距離選舉只剩一個多月 市場風向持續變化 但不變的是過去難以民眾 以選票改變地區 被邊緣化命運的決心 台南新聞中心綜合報導